作词 刘萱 郭文贵 词 刘萱 郭文贵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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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ominang 郭文贵 作曲 刘萱 郭文贵 故意无见 言语 了破试探 故意无见 言语 了破试探 你的指尖 翘着 心跳 古甜 你的指尖 翘着 心跳 古甜 玩味的 一眼 停留春边 眼泪没极限 配合你拉着这条箱 手腕掠过腰 太火热的厘荡 太暧昧的前吊 眼神侵略嘴角 呼吸一点点变微妙 哦 现在 一圈一圈不放 是妨碍的抵挡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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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指尖敲出 爱的花 和缺坑 和缺坑 你怎么来了 你吃晚饭的时候 不就是我困了吗 嗯 我现在呢 是又累又困 所以要睡觉了 没有啊 你怎么睡得着啊 在家呢 别让爸爸和云姨发现了 我看啊 还真不如公开算了 就算是公开 咱们也得找个合适的时机 爸爸有心脏病 那不管 我现在心也很痛 你得补偿我 怎么补偿你 我现在啊 好像得了一种 不抱着你 就睡不着的病 那爸爸 就睡不着了 醒了 我去睡觉吧 早 早 这么早 要不要我开车送你上班 你不觉得云姨 最近十分关注我们吗 有吗 爸爸虽然对感情不敏感 但是云姨还是很细心的 你这份调研报告的内容 不够详细啊 重新做 好的 我可是特地跟主任请了假 你可别告诉我 晚上有安排 今天先到这儿吧 好 好 好 晚上有安排吗 你要请我吃饭啊 是咱俩的第一次正式约会 没有安排 那 晚上见 好 回去换件衣服 把今晚工作都取消吧 好的 许总 找我 我又哪里让你不高兴了 我已经让莎莎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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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到你们就完婚了 我跟你说过了 我是不会跟云莎莎结婚的 这是两个家族的事 由不得你拒绝 白真也 你可以为了利益 两次牺牲自己的婚姻 我跟你不一样 我只会跟自己爱的人结婚 我告诉你 我今晚跟雪莎约会约定 站住 除非你答应和莎莎完婚 不然 别想再见到薇薇 不会是临时加手术了吧 也不知道提前说一说 你要是下次再迟到的话 我可就不原谅你了 姐姐 秋雨 姐姐 这么晚了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我都忙了一天了 还没来得及吃饭呢 在等白医生吗 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 不过 你怎么来这儿了 可能是 上天 觉得姐姐太孤单了 让我不知不觉地 就让我找到你了呗 要是真有上天的话 我得问问她 白晴雨去哪儿了 姐姐 我刚从医院回来 快饿死了 好好好 那一起吃吧 白晴雨 你打算管我到什么时候 把手机还给我 你打个电话 你跑不了 走 姐姐 你是因为 没有见到白医生 所以一个晚上都魂不守舍的吗 有点遗憾吧 毕竟 第一次约会 我觉得 她这样挺不在乎的 瞎说什么呀 你们医生的职业你不了解呀 病人 肯定是第一位的呀 可是在我眼里 姐姐永远是第一位的 如果我跟你约会的话 绝对不可能迟到的 姐姐 要不 你考虑考虑我呗 秋雨 你要是再和我开这种玩笑 我可打你了啊 走 进来吧 爸 阿玉昨晚一晚上没回来 电话也打不通 您见到他了吗 你不用找他 这小子经常在外面鬼混 说不定啊 又和外面哪个女人鬼混去了 爸 阿玉不是您说的那样 您只是对他有偏见 偏见 他未婚妻马上就回来了 你看他哪有点疏敛的样子 那我先去上班了 葳葳 你今天要开一天的项目会吧 打起精神 别让其他的事分散了你的精力 嗯 知道了 师哥你见我说 现在你师哥呢 我师哥不跟你约会去了吗 今天没来上班 他电话我打不通我也联系不上他 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啊 姐姐 秋雨 你看见阿玉了吗 白衣裳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一直联系不上他 我想去他长旭的地方看看 没事你先别着急 可能是手机没电了吧 我们 我陪你去找找 好 请问一下 今天有没有见过白晴玉 没有 姐姐 我都找遍了没有 好 找了这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他 他能去哪儿呢 姐姐你先别担心 没准白衣裳现在都已经到家了 我三成了 我对你再留下很厉害 梦 也应该是想说 每天都要做做这事 我得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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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找我 在夜空里 月的轨迹 风舞着微闭上流域 像靠近的拥挤 驻散我的逃避 命运转动也相遇 宁宁勾体回忆 爱太措手不及 像分离那个迷路星辰 闪耀过去 你落在那光影里 融化了我所有恐惧 今色记忆足够距离 让我找你 世界突然有意义 穿过的意义 笑到你 拥抱的缝隙 星辰擦满了天际